那我们基本上来做一个简单的整理 这边的话有关于那个阵列的相关的基础说明 那这个是理论部分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arrays 它是程式语言的一种基本的资料结构 是属于循序性的资料结构 那Java语言的阵列就是array的物件 array物件 它是一种参考 参考特别说它是一个参考的资料形态 那我们有所谓的基本的资料形态 有八种 前面也讲过 那因此这个Java的阵列变数值 并不是阵列本身 而是指向哪里呢 阵列的真正参考的位置 它只是指向一个参考位置 类似像那个 我前面讲过那个stream stream自传的实际上 它也不是真正存放 存放的不是真正的资料本身 而是指向一个位置 指向哪里 指向这个所谓的 智远chart的一个阵列 那日常上最常 就类似像那个信箱也是这样 那顺序 如下福所示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来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举一些范例 像我们有一些范例 有乱过 大概应该都有一点印象 比如说呢 我们如果说班上有五个学生的成绩 那我可能就需要宣告五个变数 那五个变数来存放基本上非常的麻烦 对不对 你还要宣告 Grant 1 2 3 4 而且第一个你要宣告五个变数之外 将来如果说你要处理的话 通常会用回圈来处理 那如果用回圈来处理 你用这个五个变数来做的话 你回圈很麻烦 所以呢 利用正列的话呢 它可以跟回圈 可以做非常好的搭配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要宣告五个整数变数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用什么呢 所谓的正列变数 我们只需要宣告一个正列变数 那宣告的方式的话 基本上就是一个资料行别 后面加上一个中瓜胡 再加上它的正列的变数名称 后面加一个new 特别说这个new的关键 这个关键字 然后后面一样是 我们的资料行别 那后面就是所谓的正列的长度 长度 这个地方是长度 不是记录它的编号 所以有的同学还是容易搞混 就是编号 那当然编号是从零开始 零到四 也是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看那个Java的正列 就是将相同的资料 资料形态的变数集合起来 所以其实特别注意就是 前提是什么 相同的资料形态 你不能说一个int 一个double 一个street 你要把它放在同个正列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这地方的话 一定要什么呢 相同的资料形态 的一个变数集合 那以一个名称来代表 使用索引 索引值来存取元素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索引的部分的话 是从零 假设这边有长度为八的话 那就是零到七 那每个元素 相当于一个变数 如图所示 也就是说 你用这样的方式 你就不需要再宣告 大量的变数 而只要一个变 一个这个正列的变数呢 就可以代替很多的变数储存 那这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存放很多资料 对应到 比如说有一些大量的变数 像在档案里面 你要存放 也可以存放正列 或者是对应到资料库 也常常会用到 那再来的话呢 正列部分呢 有分成 底下这几种 一个一维 一个二维 一个多维正列 那等于是 大于二里上 都叫多维正列 那多维正列的使用状况 其实以我的经验来看 并不太普遍 为什么 因为实在是设计起来太复杂了 如果你二维正列 你就要朝状回圈了嘛 就是外回圈再加一个内围圈嘛 那如果你多维正列来处理的话 不是一层 三维正列的话 就一层 两层 三层 那应该已经慢慢超过 一般设计师所能复和的 即便你可以看得懂 可是说真的 也很难去理解资料的一个存放的方式 当然 如果你可以很容易理解的话 也可以用 不过通常一般人 对于那个二维正列 或多维正列 其实还是比较不容易去理解 那当然一维正列就很好理解 一维正列已经很好用了 OK 那再来的话 简单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 比如说一维正列 假设我这边有这个tips 然后你可以比如说150 200 300 那假如说这个tips 假设小费好了 那比如说第一次给小费 第二次给小费 第三次给小费 那如果把它加总起来 那我就可以暂时放在tips 给它编号 从0到1 那最后把它加总起来就好 那存放的方式要特别注意 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说 宣告的方式有一个什么 int 对然后呢它的资料形态 加上中刮符 加上它的什么呢 正列的变数名称 对不对 等于什么 new一个什么呢 new一个 这个int的一个 后面刮符里面放什么 比如说要三个 那就是放三 对不对 可是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第二种的 直接 就是这个第二种方式 就是说呢 我直接负值 就是我直接怎么样呢 我有三个那我就不用new了 我就直接怎么样 丢三个东西进去 就等同是我new三个 直接就放进去了嘛 等于是有三个资料 那new的话先 有点像我在记忆空间先开了 还没放 那这个是怎么样 反正我已经有三个 假设有三个人要住三间房间 那这三个已经到了嘛 那你就干脆直接就住进去就好了 你就不用再去分了 所以哦 第二种方式就是配合大瓜糊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给三个值 不用new了 直接赋予 那这种方式 比较直觉啦 而且直接就一行程式就搞定了 那等一下我会举一些范例 那两种方式都可以 只不过这种方式写起来会比较简 就是程式码会少很多 那它的方式就是说呢 利用大瓜糊 指定那个正列的元素值 所以不需要呢 指定什么呢 它的正列尺寸呢 就不需要再new一个什么 int瓜糊3 那这边的话 另外呢 也可以只宣告正列 而不只指定它的元素 也有这样的方式 就是说我还不知道说 我要这个切割 我就先宣告 等到我最后呢 需要我已经知道说 我要正要切割成 几等 几个部分的话 那我再赋予 我再重新再read 这个重新再定义 它的那个正列的 这个这个长度也可以 OK那这边的话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第二个是 业绩部分也是一样 可以放那这边放四个业绩 最后把total给说 把它输出来 那我这边有一个 范例 这个范例的话 是针对我们这个 这个第六章 这个我是 我们这个书上第六章 第二支一的这个范例 那里面的话 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第一个就是 假设小费 小费有三次 那我就直接付与值 所以我第一个的话呢 我就宣告的方式 直接宣告 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呢 我各位可以看到 第二种方式 这个是业绩部分 假设我今天呢 要把总共会有四季的业绩 那宣告在这里面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我还不知道说 四季的业绩为多少 所以我就先宣告一个 再来我就逐一怎么样 赋予四个直径 因为我的长度是四 这第一种方式 那可是如果说呢 你已经明明知道 已经有四季的业绩都知道了 那你为什么要写四行 各位能不能看到 下面的写法 一行就好了 也就是说 上面的四行写法 其实你一行就可以搞定了 但是呢 你要特别注意 你要预先就已经知道 这四行的资料 四个资料为多少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话 有一个业绩 那所以我就宣告一个double 那这个业绩的部分 我名称叫sales 然后大瓜虎里面的 就放四个资料 四个资料 所以这里的话 我把它跑出来 那再来的话 就是说呢 我要怎么样把资料跑出去 那前面的话 我们是for 后面加上一个初始词 再加上一个条件 再加上一个什么 一个步进 可是在这里你会发现 老师这个写法有点怪怪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只有一个冒号 这种写法就是所谓的for each的意思 所谓的for each 在其他语言也都有 就是说呢 你for回圈 后面呢 如果是接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阵列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把这个阵列逐一的怎么样呢 逐一的把它 从里面取出来的话 那我的写法就可以用所谓的for each in in的话就是in这个阵列里面 那这个阵列里面的话 我里面有很多词 我可以怎么样 从这个index 所以你的第一个零怎么样呢 先第一个先放到前面 所以基本上呢 这个后面tips 这个tips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这一个 有没有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怎么样呢 做一个所谓的加总的话 我这边先秀出来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我这边上面有一个小费的部分 然后有一个是业绩的部分 那我如果今天要秀出来类似像这样 先我要先把什么呢 这三个小费秀出来 并且做加总 然后呢 再把这个四次的业绩绣出来 然后呢 先把总和再来绣这个平均 那我要怎么去显示 把这个显示出来比较简单 第一个就是说 我用for each的方式 也就在这个是一个阵列 也指的是什么呢 指的是上面这个东西 那这上面东西的话呢 我可以逐一的 它会第一个先把150先放过来 所以150放过来之后的话 会先丢到哪里 TMP里面 然后呢 再丢给这个上 把它做加总 第一次先放150 过来之后的话呢 再来怎么样呢 把这个150绣出来 所以会看到有个中瓜谷 然后再第二次 第二次的话是200 200再过来 因为它for each in这个里面 所以第二次的话呢 再丢过来变200 200再加就变350 那再输出 再来的话呢 就是250 再来就是650 再丢过来加起来 然后把它显示 最后如果我要把加总结果 秀出来的话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个秀出来 然后呢 小费总额 就是这个上 所以这个上输出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什么 就是650 OK 那这边的话 我把它执行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上面的部分就是这一块 所以呢 for each 这种写法的话 也非常 非常容易见到 就是说这个地方 是一个正列 那我要把里面的值 逐一的拉出来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式 那第二个的话 也是一样 因为里面是double 这个是一个sales 那我这样的写法 再来的话 逐一把它拉出来的话 这边有四个资料 那放过来 逐一的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也是total 把它加总起来 逐一的把它秀出来 对不对 秀出来之后的话呢 就会有个业绩总和 然后呢 这边有个total 那把total秀出来 那最后要平均的话 也非常简单 就直接怎么样呢 total除以呢 它总共有几个 长度的意思 那长度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成员变数 里面就是长度 就是它总共有几个 这个长度 那我要怎么知道 它总共有几个呢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呼叫什么呢 它这个正列变数电lex 然后呢 一除之后 就是平均 所以把平均做出来 各位可以看到 OK 所以这个sample的话 我等一下会把它放在 这个云端一点上面 那请各位练习一下 利用这个sample了解 有关于那个 就是第一个 这个我们如何 不需要new的状况底下 也可以 可以直接赋予正列的值 那这种状况出现 也蛮蛮常看到 第二是for each in in这个 这个正列里面 OK